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理低头 作者是郭莫若 他是西元1892年到1978年的人物 出生于四川省的乐山市 他原名叫郭开真 笔名很多 其中莫若或者杨逸之 就是他的笔名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党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乃继致力于世界的和平运动 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 那谈到他的特点 实在是非常丰富 他不但是一个诗人 还是一个考古学家 剧作家 思想家 历史学家 跟书法家 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跟革命家 社会活动家 文明海内外 也是我们在我国心思的奠基人里面 在鲁性之后 被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那在这一篇 向真理踢头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真理究竟是什么 真理在佛教来说 他必须要记足 普遍性 必然性 平等性 永恒性 本来性 超越性 跟可证性 有七个条件 才能够叫做真理 那平常呢 我们常常提到 佛门里面呢 常常说四大皆空 其实空就是真理 空呢 为什么它既有这四种特性 因为空是我们世间万物 生长的本质 也是我们人从迷转悟 从善悟不断提升 智慧的过程 它本身就必须要靠空的特质 它能够不断的进化 提升 所以空呢 它是可以呢 让我们去体会的 也可以让我们呢 去证得的 那无常或者因果 它本身也是一种真理 那在广义来说 佛教的真理 我们简单来说 佛陀说了三藏十二部的经典 总说的真理内容 大概有以下的几项 像苦惧 无常 无我 空性 夜感 因果 缘起 忠道 波位 内盘 这些呢 都算是佛教的真理 那这些真理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离苦 才能够得到安乐 因为世间呢 很多苦的聚集 所以佛教说 人生有八苦 我觉得人生呢 不止八苦而已吧 人生在修行的项目里面呢 大概生 老 病 死苦 是我们人生的修行功课 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因为离苦 才能够得到安乐 无常呢 也是真理 因为我们如果懂得无常 就会告诉自己说 佛陀成佛了 我虽然还是凡夫 可是只要我不断的努力精进 我还是可以成就佛道 跟佛一样的度化众生的 无我呢 他也是真理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个人的我执 才能够融入大众之中 你能够融入大众 处事和谐 才能够广结善缘 你的因缘记忆自然呢 能够圆圆满满的 空性呢 当然也是真理 因为真空才能够生妙有 因为我们呢 透过不断的建设 才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孩子呢 透过不断的学习 才会有很多的智慧 所以空它可以掌养一切的世间万有 罪业呢 我们说业感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世间的因缘不一样 可是透过每一个人的特性 每一个人的专长 他可以成就世间造福社会 让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呢 享受善美的人生 所以我们多行善 不但利益自己 我们也可以利益大众 因果 你懂得因果 才能够心甘情愿吧 因为我们今世贫穷富贵 相貌的美仇 因缘记忆的好坏 其实都是过去我们自己 所造作的结果 如果呢 你懂得这些因果关系 你就知道如何能够让你今生 在因的当下呢 努力行善 透过行善 透过学习剥悦智慧 让你未来的人生更有智慧 更能够圆满 圆起也是一种真理 因为透过圆起才能够了解 世间的实相 因为我们说圆生圆媚 因为透过圆生圆媚 你才知道说 人生也不过是像舞台一样 出生到死亡这一段 都是我们人生的修行历念 中道 因为有的中道智慧 才能够让我们安心立命吧 有的玻璃呢 才能够让我们自由自在 因为正德涅槃 才能够让我们身心自在解脱 所以我们希望呢 所有的法界众生 都能够躺扬在真理里面 悠游自在 所以郭莫瑞就说啦 我呢 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 不愿在一切物质权威之前拜倒 这是多好的气魄啊 不管你邪不邪佛 真理实相它都是存在的 因为真理不是佛教所说的 而是佛教发现的 世间本来就有真理实相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世间的实相 人呢 活在世间才能够找出你生命的价值 因为我们能够获得真理 知道真理 了解真理 证悟真理 你的人生才会获得安乐解脱 所以郭先生呢 就像宗教人士一样 他愿意在真理之下低头 却不愿意在物质之前呢 拜倒 就是象征呢 他的人格品德 那我们也希望呢 世间的物质本来就是让我们用的 不用过分的贪着 知足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段呢 也在说明呢 如果能够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 少益知足 大概就像郭默瑞所说的一样吧 我们人人要存着必胜的决心 然而我们也要呢 不怕礼拜的挫折 世间当然都会有逆境 但是呢 只要我们有怨心 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只要努力 必能够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有不怕呢 礼拜的挫折 世间没有呢 白痴的午餐 也没有呢 一日就可以成就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靠 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去成就自己的人生 成就自己的福德智慧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 应该是勤奋 你不勤奋 当然就不会有结果嘛 就像农妇一样 你不勤奋的播种 秋天的时候 就没有呢 道根香的收成了 有几分勤学苦念 天之就能发挥几分 一分耕耘 一分缩获嘛 你努力一分 就努力的一分的成就 所以我们说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 弃出一分的烦恼相 就能够获得一分的波瑞智慧 你有一分的发心 当然就有一分的福德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 勤奋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人呢 都要让自己的人生在勤奋之下 世事都能够圆满 天之的充分发挥 和个人的奇学苦念 是成正比的 当然站在佛教徒的立场来说 人人都有 祭足圆满的福性 只要你愿意修 你都可以找回你的本来面目 真如自信 过去的高僧大德 其实也是一样 在勤奋努力精进之下 成就的 中国呢 玄奘大师 如果呢 他没有八百里的流虾 恐怕就没有办法明文武印度 也没有办法取经回到中国 成为中国呢 四大翻译家之一 那我们后代呢 也没有法相中的经典可读了 就像呢 六祖慧能大师 纵然呢 他接受五祖红人的法 但是呢 他还是要经过时间的历念 在猎人队里面呢 十六年的历念 乃至呢 浅尝 透过了外在的境界的磨练 所以最后呢 才能够出来 出家 红法 而把禅法呢 流传天下 就像呢 我们说禅宗呢 常常说 要做佛门龙像 先必须要做呢 众生马牛 你没有先广结善严 是不可能成就的 所以无非呢 都是在强调 其实我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努力的 只要你努力呢 真如智慧 事业的成就 通通都可以在你的勤奋之下 获得成果的 就是 这段告诉我们一个勤奋的重要性 在佛教的角度说 就是要精进啊 你有一分的精进 才有一分的福德 有一分的精进 才能够有一分的智慧 时间呢 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速度 时间就是力量 我想呢 大家呢 一看这个文字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 一生最多呢 一百岁吧 所以一百岁的人生 你说你有多少的时间可以用呢 你弃除 吃饭 睡觉 弃除呢 你的学习过程的无知 你真正能够思维 能够照做的 我相信呢 你都可以算得出来时间的 那如果以人生呢 83岁来说 我们人生就只有三万天 这个三万天在弃除 我们的无知的学习阶段 我们的吃饭睡觉 究竟有多少时间是可以 应用可以修行的呢 所以大师主张人生三百岁 把一天当作三天来用 就是如何呢 能够应用你的时间 让时间呢 的生命能够延长 让你规划你的时间之下 都能够让你的学业 事业呢 达到巅峰 成就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时间上面 必须要斟酌它的效用的 就是我们读书的人最重要的 不是你要呢 半夜里面呢 要熬夜啊 读到三今半夜 而最重要呢 还有重点就是 你不可以呢 这个三天下往呢 五天呢 补鱼一次 那如果这样呢 永远是不能成就的 所以我们呢 在一个学习过程 就怕呢 中途而退转 最怕呢 中途而退 所以这个就是强调我们 在学习的过程 一定要有恒长心 一定要努力 必然能够成就 种瓜得瓜 种斗得斗 种下优惠的友情 得到人惠的友情 你行善 必然又会有善果 你不思 必然呢 也会有福报 你呢 种什么因 就会得什么果 这是我们呢 要去注意 我们的心念的造作 你今天努力 必然会有努力的成果的 所以我们说呢 每一个人都要在生命里面呢 好好为自己的人生奋斗 努力 你必然呢 会有一个光明事业的人生 那记得我们说 种下优惠的友情 佛教讲呢 广结善严就是这样 大师告诉我们 要生做好事 口说好话 心存好心 不但能够利益自己 又能够利益别人 你能够广结善严的当下 当然你的人缘呢 就会很好 你呢 用慈悲的心对待人 当然你所获得的就是慈悲的果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向真理低头 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 在学习真理 才能够让我们开发智慧 认清世间的实相 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 就像有眼睛一样 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让你的人生的路 都是光明自在的 那我们今天就接到这边 谢谢大家